那么同时美国也曾经试过 看看苏联在远东一带的布防 当时在5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事件 就是美国派B-50轰炸机来到海参崴一带 就我们说弗拉迪沃斯托克来到这一带侦查 侦查这时候苏联很快在自己领空之外探测到这个情况 提出警告 结果B-50轰炸机没理的事继续往前飞 这时候苏联一看接近自己领空了 两架战斗机起来 距离飞机不到500米开火了 最后本B-50轰炸机直接给击沉了 从空中掉下去了 掉到大海里了 后来据说美苏双方都要在大海里捞这个轰炸机 但谁也没捞着不知道沉哪去了 美国的防空识别区什么时候开始 是1950年开始 在冷战期间美苏对峙 苏联有可能随时就有炸弹打到美国来 因为当时导弹这核武器发展得很快 当时冷战的这种压力 也使美国国会挺顺利的通过了这方面的决议 所以当时美国设立自己的防空识别区域 推到了离自己领空之外 远的地方甚至有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包括和苏联接壤最近的阿拉斯加州 以及阿拉斯加州外的阿流神群岛这一带 都开始设置了防空识别区域 同时又进一步和盟国加拿大之间达成协议 咱们双方把防空识别区域连成一体 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有这个 在美国克罗拉多州的下沿山山洞里 隐藏着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现代化的军事基地 北美防空司令部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 处于对核战争的恐惧 美国人在下沿山两千尺深处 挖出了一个面积两万平方米 高二十五米的巨大人工洞穴 经界天然屏障 北美防空司令部 甚至可以抵御核弹的攻击 遍布北美各地的雷达信号 与航天卫星信号在这里汇集 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视网 监视着可能对北美 进行攻击的所有飞机 导弹 太空飞船 任何进入防空识别区内的飞行物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冷战时期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主要任务 时间是前苏联的远程轰炸机 和战略导弹 也是在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美国不是在阿拉斯加州这建立防空识别区 然后阿拉斯加州往外延伸到苏联白蕾海峡这一带阿六神群岛 在这个阿六神群岛上 它的山峰上 美国建立几个雷达站 也把这上空当作防空识别区 当时苏联的战斗机就要试探这块 当时说这雷达什么都能检测到 美军的技术先进 苏联就不信这些 采用什么的 怎么躲雷达 怎么有不少朋友的常识 超低空飞行能躲开雷达 所以当时苏联的战斗机 几乎就贴着海军面飞了 就等于是我们战术的讲究 苦福前进 一点点靠近了 还真就飞进了美国的防空识别区 当然眼看要接近领空的时候 美国人发觉了 美国马上出动 一架战斗机直接就飞过来 结果当时出现什么奇观呢 为了警告这飞机 这两架飞机在同一高度飞行 就贴着水面也就几十米 而且两架飞机之间距离特别近 就如果这事拐一阵大风发就撞上 就到这种程度 后来并行飞了一会儿 苏联的飞机一看 人家已经发现咱们 往上飞一下子摆一摆尾巴 表示再见了 你注意就行了 就是双方像这样的这种 没有真正造成行动 但是有这种小摩擦的 互相猜忌的这事 在冷战期间那是屡见不鞋 后来一直到这个冷战结束了 那这种对峙的局面相应就减轻了 是想要被赴得到一个左屋里的 是没有这种谈要